谁说四太良安琪看不上西梦瑶的 她不要求婆媳同住 让儿子儿媳带着俩孩子独享上海大豪宅 更不会限制儿媳发展事业 西梦瑶产后12天就能外出工作 这大概就是拥有女强人婆婆的好处吧 从不会让人相夫教子 此外四太还会带着西梦瑶市场名下酒店 手把手叫她如何做生意 会带她出席上流活动和阔泰们聚会 这也给西梦瑶今后的发展铺好了路 可以看出独王家族很看重她 把她看成了一份子 还送她去北大上金融管理课 只是要将其培养成家族企业接班人的节奏吗 事实上早在很久之前 西梦瑶就和婆婆现身自家旗下酒店 手把手叫她做生意 当时就有传言 辽安琪这是在带西梦瑶熟悉自己的商业帝国 毕竟何又君就曾表示 自己要创业就不会接管母亲的生意 再仔细看西梦瑶的穿搭 不管是镜头前还是与婆婆在一起 她都能实现穿搭自由 超短裙小吊带想穿就穿 这一点就十分难得了 毕竟林志颖的老婆陈若仪在婆婆面前 穿破洞牛仔裤都要被驯化 可见婆婆已开始不接纳自己不可怕 毕竟对于想加入赌王家族的女明星 有情提和偏见也是情理之中 可怕的是要一直被违没自我 而在何友军和清梦瑶决定结婚前 梁安琪也曾动用人脉关系多方面打听 问了一遍她上海的朋友们 就是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女生 有什么好的 有什么不好的 全部告诉我 她肯定做了被调 然后呢也觉得我应该是很喜欢 然后觉得她也没问题 以前她要是不喜欢我 对象的话 她是当玻璃的 当玻璃看不到的 的确 如果清梦瑶真的差评不断 那么以梁安琪强势又严格的性格 早就让她离开了 更何况 清梦瑶不仅是何友军一见钟情的人 还是女儿何超仪的闺蜜 儿女都满意的人自然不会差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两岸琪会直夸儿子有眼光 称清梦瑶是个好女孩 有上进心 有细心 对何友军来说 这辈子都难以 启齿的痛点就是复杂的家庭和人生 但在清梦瑶眼里都变成了美好的代名词 被问到接触到另一半的家庭会不会觉得累 此话一出 何友军瞬间紧绷起来 面色凝重 没想到清梦瑶却看到了优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因为你只有自己的父母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比较 你只收获一个样子的妈妈 但是当你进入另一个家庭 我收获了另一个妈妈 就是她会让我感受到 哦原来有其他的妈妈对小孩是这样子的 这一刻 何友军的眼神里是心疼是欣慰 更是救赎 所有人都觉得清梦瑶降落豪门是高攀 可只有何友军觉得家里自己委屈了清梦瑶 心口的鸡君 此刻才明白 原来爱是长觉亏欠 如今他们的爱终于熬过了质疑 成了令人羡慕的纯爱救赎剧本 高情商的人说话办事有多厉害 黄伯在任何场合都能接住话 当记者问他是否在几句方面超越了葛优时 他说 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 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芒 这段回答堪称情商天花板 既肯定了葛优的行业地位 也不过于此前贬低自己 因为人家曾经是开天必地 人是创时代的电影人 在中国电影那样的时候 人家付出自己的努力 把中国的电影市场开拓到一定的地步 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一些晚辈 头脑清晰有条不紊 即兴回答能说成这样堪称完美 不得不感叹 黄伯的成功绝非偶然 罗言上台时不小心摔倒 其身后他一番发言化解尴尬 虽然面已经上映了 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宣传 对 我们以我们的诚意 后面继续再努力地拍出更好的电影 对 诚意呢 他已经很了 就 无敌投地的 败处在了我宣爱的这边土地 一个人又当捧梗又当豆梗 前一秒会说带着成意拍出更好的电影 下一秒就妙手缝合了这一摔 表示成意刚才已经很满意了吧 这一刻才明白 为什么黄伯像某萍萍 却是女神林志玲都想嫁的男人 被梅婷问到 什么样的男演员可以称之为优秀男演员 他说 我跟梅婷合作 跟他站在同一个台上 应该都是优秀的演员 当有人夸你好帅 多少人只会说一句谢谢 其实你一直很帅 在我的心里 美从来都不缺乏 只是缺少发现 即演技情商幽默于一身 黄伯出了显示屏 其他方面都是顶配 被调侃礼服穿着像睡衣不够隆重 他说 我已经把金马奖变得像家一样 回到家自然要穿得舒服一点 还有一次 观众当众质疑他演烂片 在这满是尴尬的几秒钟里 黄伯的淡定回应 先是感谢了观众对自己的关注 刚才这个观众既然这么努力的举手 然后他这个要说出来 他还是关注我 是爱我的 所以他有的时候才会觉得替你觉得 你怎么会这样 因为他之前对你可能有一定的标准 然后有条不紊的向大家解释自己的选择 我们会面临高 面临低 面临失误 或者面临有一些选择 甚至像有一些题材 你不去尝试 你就会永远站在原来的地方 去尝试 它就有可能会成 有可能不会成 无论是综艺也好 电影也好 这都是我要面临的工作 最后他再次真诚地感谢了粉丝一路的陪伴 强调了自己对人生的规划 我不希望自己的一生 永远是在一马平川的路途上 都是希望有一些不同的寻找 不同的尝试 当然 人也不可能永远都走在上河的路上 无论是起或者福 我觉得都是我的人生 我都要面对它 谢谢 听完黄博的这番高情商发言 网友表示 我觉得电影很烂 但是听完后我理解它了 而在新电影 设过愤怒的海的采访中 记者问他 如何看待和周迅的首次合作 黄博夸了周迅地位高进步快 也把自己的不懈努力置于镜头之前 相识于尔时 然后呢 后来就听说遥远的地方 有一颗新星骤然升起 确实这差距是需要你攀登一段时间 才会碰到的 对 这个所以说终于攀登到了一定的高度 你知道吧 虽然这个戏的空气有点稀薄 但是在这能够碰到周迅 也是一件很清醒的事情 谁懂啊 聚聚有温度 自自有智慧 处处显幽默 这样的黄博 别说再复杂的娱乐圈了 放在哪里都能成功吧 还有人间清醒发言 人红了之后身边都是好人 这样知识过而不是过 清醒通透的黄博 谁能不被圈奋啊 她是刘德华的妻子 也是全香港最神秘的女人 只因一场葬礼 才换来自己天王嫂的头衔 2009年朱丽倩的父亲因病去世 刘德华陪同妻子 前往马来西亚参加葬礼 面对人群拥挤 华仔将妻子护在身边 全程是只紧扣牵着她的手 自此天王嫂的神秘面纱 终于被揭开 朱丽倩是马来西亚人 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前一富豪 之所以她从小就是锦衣玉石的白富美 十几岁时就在选美比赛中 获得了第三名 由于5369票 当选马来西亚华人圈里 顶级时尚杂志 新潮奉勉小姐 追求她的富商排着长队 但朱丽倩却不为所动 因为她心里的最佳伴侣就是刘德华 曾说过找男朋友就找她这种类型的话 直到1986年 刘德华追着香港明星足球队赴基隆坡 朱丽倩听说后就动用一切人脉和偶像见面 而他们初次见面就互相产生了好感 随着不断交往 很快擦出了爱香的火花 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因为刘德华不能一直留在马来西亚 于是朱丽倩为爱来到香港 还甘愿成为她背后的女人 相比其他明星艺人轰动一时的婚礼 朱丽倩和刘德华从未高调过 甚至结婚多年不曾同况出现过 就连自己一人上街也是全副武装 真怕被任何媒体拍到 就这样 朱丽倩为了刘德华隐姓埋名25年 宁愿谢绝诱人的节目而独守家中 直到09年被刘德华欠着出现在机场 也是无数女生的梦醒时分 原来华仔早就结婚了 在影迷们的祝福声中 也有不理解为何要千辛万苦的隐瞒恋情 世界上这是华仔对家人的保护 即便他在圈内广结善缘 可还是有黑道找上门对其进行恐吓 黑道还是找上了他 不但找上了他 还恐吓他说 我们知道朱小姐住在哪 所以这几年以来 你看他有点恐慌过度 像现在他每个月起码花100万以上情报 除此之外 再加上早前和预客心变强的失败 于放弃了一本书来纪念和刘德华的爱情 其中有不少隐私和大尺度描写 把刘德华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也使得他在媒体面前十分谨慎 多次宣称不会再公开恋情 好在助力前十分通情达理 他知道刘德华的无可奈何 所以甘愿牺牲自己 因人不争默默付出 加上雄厚的家世背景和低调平和的性格 这才能成为刘德华最爱的女人